以大規模反弓戰車突襲袈衫 美國將深度捲入中東衝突 拜登週五在白官會見王毅 退出核試驗條約後 俄國舉行大規模報復性核打擊演習 挑戰中共稀土主導地位 美國將助越南加速去中國化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7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問我是林欣 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 三高代謝補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 但健康不能等 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 很多都是代謝問題 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 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 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 詳情請點擊下面的連結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 讓三高代謝補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 以色列陸軍電台表示 以色列地面部隊在10月25日晚 至26日凌晨對加沙北部開展行動 襲擊了加沙多個目標 並說這是以下衝突以來 最大規模的反攻 請點擊報導 10月26日 以色列陸軍廣播電台 在早上做出常述報導 並稱突擊行動成功攻擊了 多名哈馬斯武裝分子 基礎設施 以及反戰車飛彈發射陣地 相對於兩個多星期來對該地區的攻擊 這次攻擊範圍更廣 深度更大 以色列公布的影片顯示 數量以色列裝甲戰車穿梭在邊境沙漠地區 並通過戰車發射炮彈攻擊目標 現場碎片四射 以色列軍方指出 這次的邊境地面攻擊 是為了下一階段全面地面攻擊做準備 26日凌晨突擊行動結束後 以軍部隊已經撤出該地區 襲擊發生前 以色列總理奈塔尼亞胡 曾發表電視講話 表示以色列戰時內閣做了決定 批准對加沙發起地面進攻 而且地面攻擊可能會進行多次 但沒有透露行動時間和相關細節 早前有媒體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要求以色列 然後對加沙地面的攻擊 以確保更多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獲釋 但拜登在昨天25日否認了這個說法 拜登在與澳洲總理 阿爾巴尼斯的美澳峰會記者會上說 我向他、內塔尼亞胡表明的是 如果有可能令這些人質安全離開 那就是他應該做的 但我沒有要求他這樣做 拜登並再次重申 以色列有權利回應哈馬斯 這個月7日發動的襲擊 但需要竭盡全力保護無辜的平民 10月7日 哈馬斯突擊以色列南部各社區 及一場音樂節 造成大量民眾死亡 更有大批民眾被哈馬斯劫持 至加沙作為人質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 哈馬斯和巴勒斯坦 伊斯蘭勝戰組織 在特集行動前 共有500人在伊朗接受戰鬥訓練 伊朗否認參與其中 但表示支持哈馬斯 自從以色列展開對哈馬斯的打擊行動後 戰場不斷擴大 如今已形成加沙 尼巴亂和敘里亞的三線作戰局勢 以色列軍方表示 24日晚間偵測到兩枚來自敘里亞的火箭炮 並在遭到攻擊時發射了炮火反擊 25日以色列又空襲了敘里亞軍事基地 並摧毀了敘里亞軍隊的火箭炮發射器 總部位於英國的戰爭監督團體 敘里亞人權遼望台組織表示 這次襲擊 摧毀了武器庫和一套敘里亞防空雷達 還有一支步兵部隊受到攻擊 以下衝突爆發後 美國立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以色列 上星期 美國派出4,000名海軍和陸戰隊員前往以色列 他們將駐紮在軍艦上 以防以哈衝突擴大 早前美國已經在中東地區 派出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同一艘兩棲攻擊艦 自從以色列對哈馬斯展開反擊行動以來 美軍在伊拉克敘里亞的設施和人員 至少已經遭到13次無人機或火箭的襲擊 至24人受傷 在美軍駐地 佈置了薩德導彈防禦系統 在整個地區部署了更多的外國者導彈 免繹涵蓋了伊拉克、敘里亞、科威特、約旦 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油掌國等 以增加對美軍的保護 和對整個局勢的控制力 20日 拜登向國會提交了總額接近1,060億美元的補充預算案 其中涵蓋對以色列和烏克蘭的軍事和安全援助 以及對台灣軍援 並說缺不會給哈馬斯和普京勝利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表示 將盡快推進拜登的提案 路透社10月26日引述兩位美方官員的消息說 預計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會在這星期訪問白宮時 將與總統拜登會面 請提報導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王毅定於星期五27日在白宮會見拜登的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到時可能會與拜登見面 白宮拒絕發表評論 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的會面有多少實質性的意義 但即使是一次非正式會晤 也將是拜登上任後第二次 與除習近平之外的中共政府高層官員的互動 上一次是9月在印度新德里的G20峰會期間 拜登曾與中共第二號人物總理李強短暫會議 根據白宮網站星期四發出的一份聲明 蘇利文將在星期五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和外交部長王毅 聲明說 這次會面符合雙方關於維護戰略溝通管道的承諾 這是負責任感、管理雙邊關係持續努力的一部分 早前蘇利文和王毅分別在9月在馬爾他 以及5月在維也納進行了高層外交互動 目前美中官員正在為拜登和習近平 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 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進行一對一會晤做準備 習近平和拜登上一次會面是去年11月印尼巴里島的峰會上 王毅這次訪美行程是從星期四至星期六 他還將會見國務卿布林肯 今年夏天 包括布林肯在內的幾位美國高級官員密集訪問北京 王毅是中共最高外交官員 也是自從7月秦剛解職以來重申擔任外交部長 拜登在星期三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他計劃遵從國際規則 經濟、政治和其他方式 和中方競爭 但我並不尋求衝突 他還警告中共不要侵略菲律賓 北京最近和美國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 農產品採購二項協議 這是中美自2017年以來第一次簽署這類大眾協議 老頭社報導說 美國大豆出口委員會星期二24日證實 中國大中商品進口商代表全星期一23日 在愛荷華州舉行的 中美可持續農業貿易論壇上 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 主要是大豆等農產品的採購協議 在俄羅斯議會10月25日正式通過法律撤銷 對禁止核事條約的批准幾個小時後 俄軍進行了大規模報復性核打擊演習 莫斯科當局同時稱 如果美國不放棄對俄國的敵對立場 將不會恢復有關核軍被控制的對話 在俄烏戰爭持續中東戰火再起之際 俄羅斯這個舉動恐怕升級 與西方的緊張關係 或者引發新一輪的核武競賽 據路透社的報導 取消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一案 在10月25日 在俄國上議院獲得156票同意 0票反對通過 早前俄議會下議院國家杜馬 已經無異議通過這法案 該法案經過俄羅斯總統 普京的簽字即可生效 在該法案通過後數小時 俄國軍方就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演習 就報復性核打擊能力進行演練 據報導這次演習 包括從陸機發射井 核潛艇和遠程轟炸機試射導彈 由普京監督 從俄羅斯國防部公布的演習 畫面可以看到 和潛艇發射的導彈 聲勢浩大地直衝夜空 可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 在夜色掩護下從機場起飛 俄國國防部長兆斯古表示 這次演練的目的是為了 包括練習以戰略性攻擊力量 回應敵人的核打擊 克里姆林宮在聲明中說 在演習期間 測試了軍方指揮當局的備戰程度 以及高級人員和操作人員 組織下屬部隊的能力 在演習中計劃的任務已全部完成 在俄羅斯這次軍演的當日25日 莫斯科當局表示 將研究美國恢復核軍被控制對話的提議 不過美國必須放棄對俄羅斯的敵對立場 否則俄羅斯不會接受這些提議 據報導 美國與俄羅斯早前依據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來定期檢視彼此的核設施 並限制核彈頭 不過由於俄羅斯戰爭 俄羅斯在今年2月宣布 暫停參與該條約 俄羅斯不再遵守 全面禁止核事役條約 引發外界擔憂 俄羅斯可能會採取行動 恢復核事役 對此俄國表示 除非美國恢復核事 否則莫斯科不會恢復核事 老闆社引述專家的話分析清 與中東兩場戰爭激烈進行之際 無論是莫斯科或華盛頓恢復核事 都會引發新的核軍備競賽 以及其他國家更多的核試驗 根據美國媒體CNN上個月公布的 衛星景象 俄羅斯、美國以及中共 都擴充了各自的核試驗場 全美禁止核試驗條約 禁止所有核爆炸 包括核武器的現場試驗 該國際條約在1996年9月10日 獲得聯合國大會的通過 俄羅斯在2000年批准加入該條約 美國方面雖然在這個條約上簽了字 但是還未得到美國國會的最後批准 不過美國自1992年起就沒有再進行核試驗 除美國外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北韓、以色列、伊朗、埃及 都還未批准 雖然這個國際條約從未在全球真正生效 但是該條約已經將核試驗變成全球禁忌 從21世紀以來 全球只有北韓無天下之大不位進行過一次核試 自去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 普京曾表示 如果俄羅斯面臨生存威脅 它準備使用破壞性武器 這個並非虛張聲勢 俄羅斯還向它的盟友白俄羅斯 運送了戰術核武器 戰術核武器雖然具有毀滅性 但與遠程戰略武器相比威力較少 隨著美中科技戰和貿易戰白熱化 身為全球最大稀土產地的中共 也在8月1日起 限制半導體業最關鍵的家豬出口 只是中共這個舉動 也促進這些國家加速稀土的去中國化 請在報導 美國國務院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 Emily Branchard 25日表示 如果越南選擇尋求協助開發拍賣稀土礦 從制定招標到投標 美國好樂意為此提供技術援助 令到相關企業產生最大的興趣 越南政府打算在年底前 對一個稱為當泡東補礦場的多個區塊進行招標 澳洲黑石礦業Blackstone Minerals的高管 副設Testa Kushner上個月和路透社說 公司計劃至少競標一個採礦特許權 越南國營稀土公司董事長劉英俊表示 照標時間仍可能改變 但政府確實計劃重啟稀土礦 劉英俊表示 越南稀土公司希望能贏得特許權 令到公司每年能開採約1萬噸的稀土氧化物 若佔這個礦場預期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美國地質調查局稱 這樣將會令東補礦的產量 略低於加州山崖Mountain Pass礦場的產量 山崖礦場是全球最大的擴散之一 2022年共產4萬3千噸稀土氧化物 路透社報導 此舉是越南邁向建立稀土供應鏈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發展將擴產精煉製成用於電動車、智能手機、風力發電機所需要的稀土磁鐵的能力 越南計劃重啟東補礦場之制 正值中共對戰略擴產的控制 以及北京和美國和美國盟友的爭端 恐導致稀土供應中斷 中共在8月開始對應用在半導體的金屬、者和家實施出口限制 更有中國政策顧問警告 這個恐怕只是一個開始 中共在全球稀土產業鏈一直擁有主導權 但近年來各項數據和跡象顯示 它的稀土資源優勢逐漸減弱 而越南稀土穩藏量高據全世界第二 雖然大部分尚未開採 不過越南去年的稀土出產量飆升了10倍 一躍成為全球第六大稀土產果 這亦令到越南吸引全球企業的目光 希望藉此減少對中共稀土的依賴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月訪問越南時 也簽署了一項協議 希望能提升越南稀土對投資人的吸引力 此外,越南亦計劃開發更多抗區 今年7月,越南政府就制定了 2030年產6萬噸REO 越南的目標看來好像充滿野心 但並非完全不可能 科庭大學Kurtin University 西澳抗業學院教授金斯諾斯認為 越南要實現稀土目標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越南確實擁有資源、採礦和加工的專業知識 可以提供中共以外的替代選項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超市民atro會員 最新的事情 有助於 現場 平常 反殊